2020年台北时装周星光大道上 市长柯文哲身上的西装很有来历 西装的背后承载回忆永续时尚的深刻意涵 巧手缝制者也经历蜿蜒人生 公司他们要整个迁移到缅甸区 所以我就直接 那时候我公公也生病 我就暂时在家照顾他 孩子也大了 在家我就想要出来再度就业 曾担任成衣厂样品师的林立晴 结合永续议题重返职场 秘诀就藏在台北市迪化街旁 这间七十多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在我们工房工作的姐妹们 绝大部分都是在五十岁以上的一些姐妹 甚至也有六十岁以上的 可能他们在真正会进去 他们的这些公司行好的时候 自然他们还是会用年龄来做筛检 国发会调查 台湾与韩国 新加坡 日本的中高龄女性劳动参与率 结果偏低 五十至五十四岁 参与率百分之六十三点七 比邻近国家低四至十六个百分点 五十五到五十九岁 下降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三 少了十八至三十个百分点 六十到六十四岁 降至百分之二十四点五 更偏低二十七到三十七个百分点 协助中高龄女性重返职场 切入点在哪里 其实要吃就能忍受 新北市三重毕华街 是著名的林马步集散地 张翠玲重返职场 挑选成一场舍弃的牛仔步 给工方姐妹们承接订单 愿意多为这个有序商品 多付一点的话 整个人会想办法解决事情 是对自己有很大的提升 每做一件衣服 后面都会有个制作人的签名 企业也是要去想办法 去实践它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妇女就业这一块 跟我们一起合作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合作模式 这就是衣服 这就是你看 我讲这样好了 这两支其实是一模一样 你常常在说 工方成员有的具备裁缝专业 有的到这里才学会 不过遇上跟客户行销谈判 一度挫折感很大 一开始真的很不喜欢 跟客户谈价钱 会很紧张的 就是完全就自己不知道 该讲些什么这样 从害羞到侃侃而谈 熟悉了就能够发挥 细心耐心的优势 时间的话就可以下来 下来一点 对 周高龄的妇女 她有很多的潜力 也许她自己不知道 但你给她机会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他们都自己可以一手包办 五年多来 工方八位成员一针一线 不仅接案十多家 上市贵公司的生活用品订单 并且与零废弃品牌 Storywear合作 运用回收衣物 布料制作服装 总共开发组 一百多种样式 数量达四五万件 生活好评 中高龄女性发挥个人特质 响应永续经济 遭到自我定位和独特的社会价值 中高龄女性发挥个人 中高龄女性发挥个人